老师 你前几天特别嘱咐投资人 手抱同心店的绝对要小心 结果同心店今天就跌到 四天以来的最低点的 你究竟老师 你是怎么成功预测的呢 所有的答案 现在节目中赵树女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主持人紫山 今天是8月27号 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台股开盘呢 在17061点开低走高 而昨天呢 在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收盘全数下跌 道中指数呢 更是来到了开高走低哦 中场是收在了35213点 也由于呢 阿富汗首都机场发生了多起的爆炸攻击 因而呢 来触发了市场避嫌的情绪升温 VIX呢 恐慌指数以及呢 美元指数均来进行上涨动作 而且呢 在鲍尔呢 在全球央行会的演讲前夕呢 多位联总会的官员 不断的来释出鹰派的讯号 也渐渐呢 来影响了市场投资气氛 那究竟呢 会怎么样的来影响 今天的台股行情呢 那当然最重要的股市分析还是要交给最专业的分析师 雷光老师 主持人好 同志朋友大家好 其实 任何的 任何的期间 都会有利多跟利空 但是呢 对我而言呢 我最强调的还是 我在这个期间 我可不可以赚到钱 这才是我最大 我要去操作的一个目的 而不是 我每天都要去注意利多跟利空的消息 这样我会累死 那 今天的盘式跟昨天的盘式 我个人认为是差不多的 都在做了一个拉高出货的动作 那 很多的个股在今天 都下跌哦 不要看指数涨了一百多点 但是很多都下跌的哦 那昨天的指数也是涨一百多点 也是有很多的个股是下跌的 我们待会跟各位做一个 分享的动作 那很多的个股 最近在服务 同志朋友的时候 昨天服务到凌晨 四点 其实是五点半啊 那五点半是睡不着的时候 那已经没有时间 没有精神要去睡了 因为我怕睡了之后 就会误了上班的时间 所以在这边还是跟 有赖进来的同志朋友 说声抱歉 如果真的我那么晚 打扰到你 而且你也愿意陪我聊 那我想呢 我们的友缘是愉快的 那在很多的跟大家聊的 我发现有两个最大的问题 待会跟各位一起分享 这两个最大的问题 在股市里面 它是不是会影响到你赚钱的最大的问题 股市 讲的就是赚 在我们每个投资人 但是偏偏我们就遇到什么 遇到的是赔 我们先看今天的大盘好了 先看今天的大盘 今天大盘是开低走高的老师 今天一开盘呢 小跌五点 随即就上去 那这个上去的力道行为 当然跟我们2330的台积电 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因为目前台积电 从这个礼拜一 8月23号 就一路上来 包括他的ADR 虽然昨天美国四大指数 都有做一个被拉回的动作 但是唯独台积电的ADR 是上涨一点点的 虽然就一点点 但是也影响到我们今天台股 上涨的表现 所以呢 一直到这个地方 还是做一个横盘的高点 高点震荡的动作 那目前的点位呢 是在121点 那现在的时间是1点27分 1点27分 好 有一档个股呢 最近这几天我不晓得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问我 最近这几天 我真的不晓得他们 怎么手上都有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是哪一档呢 我们来看这里 627的同心电 同心电 同心电 各位 记不记得 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8月23号 我就跟大家讲 我卖掉了 我卖掉了 然后8月24号 来到最高点 来到最高点 我就一直告诉大家 他这边的创新高的动作 跟这边的创新高的动作 这一派的作手 他是 故意的 故意的 然后呢 到昨天 到昨天 来到这一根的时候 各位 昨天是8月26号 8月26号 我还在节目告诉大家 他在拉高出货 他会下来的 我不晓得各位相不相信 那今天呢 今天的一开盘 是273.5 那昨天的收盘 是274 各位 昨天的收盘 是274 但他今天的开盘 是273.5 最高来到277 这里的277的上影线 并没有突破 8月25的这个高 我不是指26的高 我现在指25的高 如果他连8月25的高 都没有突破 请问他今天 他会好到哪里去 这是一个 你要分析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不是每一个 都要跟昨天比较的 不是 重点是 每一天的那个K线 到底这个作手 他会跟前几天 哪一个K线 做一个 做一个企图心的操作模式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果然他今天就跌到最低 今天四个连个交易日 来到262.5 来到262.5 这是我跟大家 做的一个报告行为 那当然另外一档个股呢 更惨 但是如果老师 现在同心店 我还是要打岔一下 现在的同心店呢 如果手中还报的话 该怎么办 请他赖进来 我们凌晨4点 再来服务你好不好 所以要提醒所有投资朋友们 手中如果还抱着同心店 今天还是觉得 我们再拼一波的话 真的是麻烦 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拿起你们手机扫描 萤幕上方的QR Code 或者是输入账号 94888VVIP 老师呢会亲自的来服务所有的投资朋友们好吗 接下来还有一档 应该是说兄弟档嘛 这兄弟档呢 今天也出现了一个老师已经讲到真的是快要烂了 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康普又来进行下跌动作 但是美骑马居然上涨了 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讲过嘛 康普美骑马那这次的康普是在8月12号 高空上来的 高空上来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其实我跟各位讲这些的时候 我心里也是蛮惶恐的 如果这件事情被那个坐手看到这个节目 我也不晓得 各位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所以呢 各位有任何比较重点的问题 比较不方便在节目上讲的 我比较可以保密的 我希望各位赖进来 私底下问我 这样的我回答起来呢 我会比较更OK一点 所以对这些坐头怎么做 我相信呢 他有他们的一个想法 因为毕竟资金 资金他们只能够维系一个 那到底康普跟美骑马 他们要怎么去做一个区分 那我相信他们也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规划动作 但是各位 我已经把这个规划在好几天以前 就跟各位做一个报告了 还怕各位投资人没有听到 我们又在后面几天的节目当中 又再重复了一次 结果今天因为已经收盘了 我们的康普呢 现在收盘的部分 是收在了121点 我们看一下康普 是 看一下康普 今天收121 最低是119 那这个地方呢 我有没有跟大家讲 再拉高出货 没有 我有没有跟他讲 他会往上涨 没有 没有 他在拉高出货 我们看别的好了 因为我个人这样子觉得啦 如果说你对于当股票 非常的熟悉 那是因为你之前就一定有操作它 而且是这样一路操作上来的 就好像我5月18号 我操作的8299的节力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了 5299的节力 5月份呢 5月份呢我们就不讨论了啦 我们用最近的 最近的下来看好了各位 各位 在这个地方 7月26号最高是265喔 7月26号 我在7月23号 最后一次进场 我是说7月26号之前的最后一次 不是现在最后一次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你就知道我对于这档个股 我的操作方面到底有多强了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好 F5 是 好 老师今天的这一个苹果也是 待会会跟大家进行分享吗 会 好我们来看这里 7月23号 7月23号星期五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的 发给会员的简讯 原始简讯 这个是100%的 了解吗 这个是原始简讯 看这里 星期五的7月23号 10点56分 我告诉大家 5299节力 请试驾买进 因为已进入 已经到十日线了 各位 既然它已经趋近于十日线 它势必就是那一天的最低价 我想讲可以接受吗 然后 所以我就在十日线的这个地方 告诉大家 试驾买进 为什么要试驾买进 因为我怕限价就买不到 就这么简单而已 我要各位一定要买到 所以就用试驾 没有第二种买法了 然后主力会有买盘进场 买进去的那一刻 马上从 从那个十日线 立刻拉上来 你可以去看7月23号 它的推险行为 好 再看下一个 7月26号星期一 请试驾获利出厂 627的同心店 跟5299的节力 所以7月26号同心店 我也告诉大家 我卖掉了 好待会我们再看一下同心店 7月26号 有没有从最高点下来 然后呢 这个在什么时候 12点18分 12点18分 7月26号星期一的12点18分 所以我星期五买 星期一就卖掉 或许你问我说 老师你做短线的吗 这个不重要 我们看后面 7月26号 12点20分 因为18分一定是12点15分 到12点20分 一个5分中线的嘛 所以各位很清楚的 各位 我在12点18分 发那个简讯出去 到了20分的时候 这个地方 7月26号 最高265 涨停板的价位 我想讲清楚吗 那或许你问我说 吴老师 那你为什么把涨停板 把它卖掉 难道未来你不看好它吗 各位 你问的问题 永远是下一个 我要跟你讲的 清楚吗 我们再看下去好了 7月28号 7月28号 星期三 9点26分 我又挂进216元 买进5299的节力 看一下K线好了 7月28号 各位 这个是7月23号 7月23号 我买进去的 然后呢 这个是星期五 这个是星期一 7月26号星期一 最高265 我可以再 碰到十字线的低点 然后在7月26号的最高价的 涨停板价把它卖掉 各位 一天你赚百分之十几% 你还要怎么样 11了其实 你还要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下去好了 然后呢 隔天 7月27号 各位 从265跌到238.5 最低价喔 收盘就是最低价喔 如果我7月26号不卖掉 我7月27会不会想卖 不会 因为涨停板我都没有卖 我跌下来我怎么可能会卖嘛 对不对 所以我的动作对不对 我7月26号 涨停板卖掉有没有错 没错 非常的正确 好 然后在隔天 跌到了7月28号 然后跌到了这里 这个时候最低是215喔 各位 215喔 我什么时候买进的 我是216喔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挂216 我为什么不挂215 跌停板的价格 因为跌停板那个时候 有三四千人在那边等 我怕我的会员 还要等到四千人以后 等不到 但所以我多花一块成本 把它做一个进场动作 然后就如价买到 非常的高兴 好 再看下去 到8月4号 到8月4号 好 我们看这个地方 赚为上策 5299捷利247 获利出场 目前已拉回 我们择日再进再赚 这个是11点15分的 8月4号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从这里 216 从这里216 一路到这个地方 是8月4号 各位可以去把我 8月4号的节目 再调出来看 我有没有在这个节目 告诉大家 因为这三天的资讯不够 资讯不够 然后呢 我就一天一看 一天一天看 到了8月3号的时候 我就看懂了 他这个阻力 他下一个阶段要做什么 8月4号的开盘 我就把它卖掉 卖掉之后 我也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我没有卖到最高点 因为数据不够 当我看到数据 确定的时候 各位 我8月4号把它卖掉 就一路下来 就一路下来 我有没有卖错 我没有卖错 然后一直到818 8月18号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我告诉大家 我买进 然后呢 在8月24号 我又卖掉 我卖了哪一些 我们看这里 我们看这边 其实很多的投资朋友们 可能会问说 老师你怎么可以 这么精准的来进行判断 其实这个跟经验来说 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各位 我们看这边 8月24号 星期二 9点4分 9点11分 9点28分 然后再来台办 我卖掉什么 我卖掉我的康普 智信 还有我的长龙 还有台办 还有台办 那后面呢 还有什么 再看这里 再看这里 这个是8月24号 台办市价获利出厂 强茂市价获利出厂 5299捷利 获利出厂 这个全部是8月24号 8月24号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好了 我移到8月24号 我把它移到最右边 将各位看得比较清楚 在这个地方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 8月24号 卖利 从这个地方 跌下来 台办呢 从这个地方 跌下来 强茂呢 从这个地方 也跌 也跌了下来 各位 我有没有卖错 我没有卖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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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说 你可以像我 对杰利 对强茂 对台办 这么了解 从低点一路做上去 再从高点一路 再对的时机做进场 再对的时机做出场 一直到现在 都完整无缺 把我们赚到的钱 完完整整的 都没有赔出去 各位 你晓得这个要多难吗 那要提醒于 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很多人在LINE进来 我们94888VVIP 也是老师的个人LINE 以后呢 最常问的是 老师你喜欢做短线还是长线 其实这真的不重要 短线长线喔 各位 你应该要衡量的是 你一个月 想赚多少钱 那个是你的目的前面 就好像今天 我打个比方 我不晓得OK 你肚子很饿 跟你肚子不饿的时候 当你要吃饭的时候 你也知道说 我今天要吃一碗 还两碗吧 对 对不对 我这样比喻可以吗 所以说你一定要知道 你当下你就要决定了 你不可能说我肚子饿的时候 我吃一碗 我不饿的时候 我吃三碗 你觉得可能吗 我相信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应该都想要吃五碗的部分 甚至会到十碗 对不对 那也要提醒大家 不管短线还是长线 只要会 撰为上册的 就是好线 好吗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好线 或是你现在手中的线 也不知道他飞去哪里的话 也没有关系 我们欢迎大家 可以拿起你们手机扫描 萤幕上方QR Code 或是输入帐号 94888VVIP 接着 拜托各位 真的是拜托各位了 投资朋友们 在LINE进来以后 记得一定要在对话框里面 输入你们的持股 因为老师要帮各位做一个 免费的持股渐渐 同时 今天有一档 哇 这一档 我们要提醒大家 很多人正在剪我们今年才说的耶 你今天是礼拜五 今天是礼拜五 你今天赖进来的话 我会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所以今天你不管你任何 你想跟我说什么 或者你想得到那个小礼物 你就赖进来的时候 你就上面写说 老师有礼 哦 这样清楚吗 老师有礼 加一 就可以了 好各位 各位 各位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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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觉得熟悉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看我的节目的 或许你会觉得不熟悉 各位这个画面 是我前天说的 前天的内容 但是讲的内容 是在去年说的 但是那个是我从去年开始就做 我一路做上来 一路做上来 所以各位一路做上来 是要多么的专业 才有可能一路做上来 你中间插花 中间近战的那个都不算 中间老师会不会很多人指引 你说这怎么可能 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领导者去带着你做才可以 没错 我们看这个地方 在8月25号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什么 ABF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会告诉大家 ABF 因为我讲到这个手机 我讲到这个手机 那很多人认为手机就是手机概念股 对没有错 这个是抬头 手机概念股 这个叫抬头 但是手机概念股里面有很多的产业 那这个产业有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是可以复印到这个手机里面去的 这个才是重点 不是说今天手机你就去买 有卖手机的厂商 来去买他们家的股票 随便你高兴这样做也没关系 只是说你到底钱赚的多不多而已 那你若知道重点的话 各位 我就把这个 我就把这个手机概念股 最重要的产业告诉各位了 我就跟大家讲 IC载版 IC载版有分两个 就是一个ABF一个BT 那IC载版呢 各位要看的就是 星星 南电跟景硕 但是这三个要怎么区分 很重要的就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星星跟南电 它是属于ABF的 了解吗 它是属于ABF的 然后星星是ABF的全球最大 全球最大又如何 先很良好这句话 南电呢 它在ABF它是营收最大 营收最大 营收最大 所以各位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南电 各位 今天的南电 在这个地方呢 差一点涨停板 所以现在收盘呢 涨多少钱 413楼 413楼 然后它的K线呢 从我去年6月8号开始讲 各位 从6月8号开始讲 109年的6月8号 我一路在会员上来做 为什么 因为我有送资料 然后从这边呢 大概就在60元左右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59.4 各位 到这里哦 到这边445哦 什么时候 今天的7月 就是那个时候7月8号 这么久7月8号 我卖了什么 航运股 等一下 所以是从 我们两位数到三位数的股价吗 对啊 而且三位数是到四字头 不是一字头 哦 而且要提醒各位哦 老师其实在欣欣跟 这一张南电有特别选的是南电哦 各位可以看到欣欣今天的股价 其实即便是上涨也只有144哦 所以各位 什么叫做重点 这三档 这三档 都是ABF三雄 对不对 那请问你可不可以找到最大的那只熊 这才是重点 不是说今天我就是买它 买它对啦 这个基本上已经对了 但你可不可以更对 可不可以更对而已 所以呢 我在这边就告诉大家营收最大的 而且我记得8月23号 主持人一直逼我 我没有逼他 一直逼我讲出那档股票 后来我说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各位 在这个地方我也跟我的会员讲 像这种股价的话 当然不可能是一般会员在做的啦 因为我也是为了大家的资金去做衡量动作 因为你们的资金都在我的脑海里 我都知道 不同会员都有不同的资金的一个多寡 所以呢这档个股呢 真的假设你是清单会员的 你真的要非常的高兴 然后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各位 我是不是要告诉大家 BT 景硕BT 但是呢 他看到他的这两个哥哥 都在做ABF 所以他从去年的2020年的11月 2020年的11月 他也开始去扩增了ABF的这方面 这方面的一个产品 所以他也从去年的11月左右 大概在70元左右一路拉到21X 210多元 210多元 那今天几座跟着南甸的动作也不错 所以各位 在最近的服务时间里面 我想到 我感受到两个问题 哪两个问题呢 因为他们 大家一直在问我说 吴老师到底一个股票要怎么选 嗯 我就跟他们讲 你们在买这档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两件事 哪两件事 你这档股票是属于趋势 还是属于过气 其实应该这么说 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老师刚刚前面 其实节目中中 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你一定要想好你自己一个月 想要赚多少钱 你们目标是多少 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目标是多少 老师怎么会知道 好 所以说 知道一个月要赚多少钱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好像你肚子饿的时候 你可以吃下几碗饭 这样才可以成功判断 你手上这些持股 可不可以赚到 你可不可以赚到 重点是好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可不可以知道 你现在买进了这档股票 它是趋势的未来 还是过气的未来 如果你买到的是过气的未来 过气的未来 我现在讲的过气 不是说它过气很久了 不是 而是说它已经到了一个高点 要慢慢往回 回到它的基本面 这个叫过气 我这样了解吗 那如果是趋势 一定是它屡创新高 这个叫做趋势 那过气是它即将从高点 要回到它的基本面了 所以之前我就一直跟大家讲 讲什么呢 讲这档个股 我没有在攻击这档股票 我没有 我没有在攻击这档股票 但是我在跟大家讲 这档就叫做过气 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吗 它从高点 一路下来 都没有创下新高 还在这边 骗了一个线 这边骗了一个线 然后这边骗了一个线 在这边也骗了一个线 然后大家都以为 它那天的大涨 就要开始 各位 如果说它不把这种过气的股票 某一天弄得非常崩光辉煌 怎么去骗到各位呢 老师今天虽然是有拉回一点 但股价也才到一个18的部分 所以如果现在手中 我昨天的部分 老师跟我说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有好几位的投资朋友们 手中喔 光是面板三雄当中的这一张 每一个都超过有10张 有一个是20张的 所以要提醒所有投资朋友们 如果手中还持有 这一个面板股的话 要麻烦各位不知道怎么解套 没关系 手机拿起来扫描 緊接着因为时间非常非常的有限 有一档股票我自己个人想问 因为大家都知道 礼拜五就是紫山 比较放肆的时候了 金豪科 金豪科 这一张股票好多人都有啊 因为大家怎么样 看电视啊老师也叫你卖 你去看什么 技术面啊 不管是技术面 我们基本面 谁都跟你说这一支非常厉害 这一支怎么办老师 我们先看它属于趋势还是过气 嗯 对不对 刚刚跟大家已经分享了嘛 那我们就拿 用这档下来做衡量 那 如果你们手上有的 我也不会说那么狠 我不会 我温柔的说 各位我们看这边 两句话就代过了 这个是高点 那高点从213 然后最低 来到191 假设从213 到191 这一个的跌幅 其实在主力的第一时间的卖压 已经成型了喔 我这样讲清楚吗 如果今天我是这个 这家公司派的做手 我的跌幅是这样子 有70%是我的 是我的杰作 那既然是我的杰作 后面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发生 我讲到这里就好了 下次再说好了 好 那前面那个波段 如果所有的投资朋友们追高了 怎么办老师 赖进来 就赖进来好不好 老师个人赖 让老师专业的来写作给我 顺便收那一档 老师有你加一 我觉得他们还是先把这个 这一张先处理 还有面板三雄的投资朋友们 因为最近老师真的是处理到 每一天都到半夜三更 好不好 所以还是要再次的 谢谢投资朋友们 对老师的喜爱啦 那今天呢 时间非常非常的有限 在这边呢 还是要再次的 谢谢我们雷光老师 谢谢子丹 谢谢投资朋友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各位呢 可以拿起手机扫描 萤幕上方的QR Code 或者是输入账号 94888VVIP 记得在对话框里面 一定要输入老师有理加一 老师有理加一 就会把免费的奇装股 来送给大家咯 那今天的话 影片也到这边 就快要来结束咯 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记得要帮我们的影片 按赞订阅分享小铃铛 记得打开咯 股市战国策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